我姐怕踢到作业本上 走 走 别说话 怎么了 又流鼻血了 止不住 又流鼻血了 止不住 好看呀 别别别别眼头 我感觉已经流了 头低下头低 鞋快鞋 好别动别动 洗鼻子是没用的 要小些拍额头 我也拍个 又烟烟拍的 可是还真不行 我还能写作业吗 我姐怕踢到作业本上 走 走 别说话 别 你把我头发都湿了 怎么回事呀 你是不是把饼干 你在那里跟妹妹 把那一盒饼干都吃了 我自己吃了几口 你自己吃了几口 对我就自己吃一个 一根 然后妹妹吃了好多 我吃了一个 去写作业实 刚刚写了第二盒 就不要了 怎么搞的 不知道 他千段时间经常流鼻血 然后 然后 这段时间没流 然后 突然有了 可能是你那个东西太干了 不是 有可能你的那种特长太干了 上次去检查了 说是过敏性上火溜鼻血 溜鼻血 我对干的东西过敏吗 说纸鼻血还得老八重 我看他捏了好久 我都不行 再来一遍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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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挖 挖 那青蛙是 挖 挖 血挖 不行 血块 我看 血块 我先看一遍 不行 血块 哦 又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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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流了 不会再流了 不会再流多了 这是水 我刚才还能说 一这么就这么熟悉的感觉 堵上 堵上 我们小时候就给他堵上 就拿棉球堵上 那太大了 小姑姑说他的同桌 因为流鼻血在那边 把抽屉都变成了垃圾场 这个流鼻血可大可小的 你知道吧 原因要找到就行了 好了 走吧 等会你写多页的时候啊 你再观察一下 啊 可是要是还流的话 不行了 爸再带你去医院 再检查一下 别再去了 再去的话花钱花太多了 这哪是花钱的事啊 这就是花钱的事 这咋是花钱的事啊 你检查病啊 还嫌花钱 你把你那个台灯开一下吧 不开 开了飞电 我弟妈呀 你怎么搞的咱家情况难啊 要是哪天成了情况难 哪天成了情况难 从情况难也不是你担心的事啊 那配个眼镜 都不值着电费的钱 你刚刚怎么感觉没流鼻血啊 就感觉那种 一股流冲出来 然后我就 冲出来啊 嗯 然后习惯性的摸了摸鼻子 发现熟了一股血 然后太久了 你没听到我尖叫吗 我没听到 可能太久了 我刚睡醒了 脑袋还是蒙呢 谁啊 好了 我 不流了 是我 是你新的宝贝 欣欣 我给你流鼻血了 你怎么又流鼻血了 我不知道呢 水多喝一点 秋季比较干燥的 刚才我 我就是 他俩把那个一袋的那个杆 全部吃完了 没有 我只吃了一根 但是里面一共六根 妹妹吃了五根啊 对啊 你妹妹她中午就没吃饭 你吃了一根 妹妹吃了五根啊 我在保证 保证 去喝水 我弟妈呀 你吃了 你吃了